总统叫你做不当党产出院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时候 你事先一点都不知道对不对 一点风声都没有 被叫去的时候不知道 被叫去的时候你就一个人去 你以为他给你喝下午茶他想念你啊 在总统府啊 结果在他办公室啊 惠克斯 在他办公室 一进去结果发现除了他还有林权 然后你就 你猜到了吗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我这个人 你看起来很龟毛 人家跟你讲一件对的事情的时候 我很难去 就当场会雨塞 没有办法讲出一个什么道理 蔡总统的说服力太强了 这个这种就是说 对啊 总统站院长站 那你现在当场 那如果跟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说你要拒绝 当然如果我想到最高的理由 我回去问一下老婆 你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很老 你这个主任委员的组织架构 你先告诉我们一下 你什么时候要上任 然后你的副主委 你的其他的相关的委员成员 还有工作人员 现在内定 我想今天行政院就我了解 应该就会公布我的 我跟副主委 副主委谁 这是你自己的建议 还是蔡总统跟行政院的建议 副主委 这个有检察官来出院 坦白讲 你看我都跟你坦白讲 事实上是在我被 在征询之前 就已经有 大致上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存在 那两个副主长 当然也都很 都尊重我 这位姓洪 一位姓洋 哪一位 洪 洪 洪培根 谢谢 顾委员给我们赌家 真的 你有跟洪培根 有跟聊过吗 聊过 聊过 他有提出几个人选 那 陈美里秘书长 因为刚好也跟这个 洪副主长 有共识过 所以他也大力退签 那我也跟他聊过 觉得蛮不错 所以应该OK 这跟你们两个聊些什么 有什么共识 没有 没有 我当然就是跟他说一下 因为他 他大概 坦白讲 假官要被戒掉出来到 像这样子的 高度政治对抗县的单位 确实是会 会抗拒的 会抗拒 所以他第一时间 当然是 是不是 不是 不是说 很愿意 所以这个必须要 要请部长 还有 秘书长 还有 这样子跟他 跟他肯谈这样子 对啊 他好像肯 对啊 他回旋的空间 好像比我大一点 好像好久一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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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